大家平安 欢迎来到每日亮光 一起思想上帝的话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 哥林多前书的尾声 保罗说出末了的话 在这段末了的话当中 他除了提到一些人 并且向这些信徒请安之外 他也有末了的提醒 在一开始 他用了四个命令式的动词 来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这四个好像是在军队里面 长官对手下兵士发出的命令 他说你们要警醒 要在信仰上站稳 要勇敢 要刚强 首先要警醒 作为一个基督的精兵 要保持一颗警醒的心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战感的哨兵 最重要的态度就是 要保持警醒的心 要时刻防范 是否有敌人来入侵 甚至在众人都睡了的时候 还是要维持清醒 因此作为一个基督的精兵 一个要件就是要警醒 接着就是要站立的稳 如果见着了敌军腿就软了 如何征战好得征战呢 我们面对属灵上的敌人 需要依靠纯正的信仰 站立得稳 一旦有纯正的信仰 在生命当中扎根 一些世事而非的谬论 就不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也就不会让我们走偏了路 而面对敌人的攻击 要勇敢 和和本的翻译是要做大丈夫 意思是要长大成熟 脱离做小孩子幼稚的举止 承担责任做大人 不但如此 我们所面对的对手 是强劲的恶势力 所以必须做大丈夫 再来就是要刚强 刚强的原文是被动事 就是要被刚强起来 意思是说 在主里面刚强起来 信徒的能力 不是自己本质上就有的 那是要从上帝而来的 也就是我们需要 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力量 刚强面对这世上所有的挑战 在这四个命令句之后 保罗接着说 一切工作都要凭着爱心去做 对于外面像基督信仰攻击的人 或事物 作为基督精兵的人 就当警醒站稳 勇敢刚强 但是对于教会里面 就该互相亲爱 互为伙伴 在基督生活当中 必须有不退却的勇气 以及永不消灭的爱心 愿上帝帮助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